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開箱文 那開箱的是美迪歐D10 這是一個雜牌手機 那我記得它可能是從類似長江機白牌那邊演化而來的 那我已經用這種白牌手機用蠻多的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給大家 對,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手機是一個消耗品 然後你不用買那麼貴 然後你買一個很便宜的 然後常常換也還不錯 然後可是呢 我是覺得有時候有一些個資 你可能如果很care的話 其實你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不可以把一些很私密 或是說很重要的東西放在網路上 或是放在你的手機上 那因為其實只要是有連通網路的 它其實都不是安全的 我大部分都用這種牌子 那我身邊已經有四支了 那這四支呢 就是一支原本是我在拿第一支手機 然後還有一支是我買給我媽的 然後還有一支是現在目前我弟在拿 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等一下呢 要開一支叫做美迪歐 然後D10 D10代的 應該是D10代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還蠻便宜的 然後規格很高 我待會也會把那個 規格放在簡介下面 那你們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的手機啊 這個 這個 這是第一代 然後它 大概是長這樣 我覺得還第一代 就還不錯用那時候 那 這一支呢也是 那 稍微把它殼子蓋起來 然後 它有這樣翻殼 可以 翻殼的一個功能 那以前還蠻流行的啦 那 不過我覺得 還是還蠻方便的 然後 它的電池也是原廠的 原廠的 好 那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一代的進化 好在這裡 然後這樣子 然後 我們看一下 它的版本 型號是 D1 P P PRO 還是PLUS 我忘了 然後 看一下 它 它 基本上 還不錯用 這支呢 非常便宜 在三千塊以內 然後 它 大概 我記得 是我等一下PO的那一支的 性能全部砍半 那 可是我等一下PO的那一支是 目前已經降到四千六了 可是 為什麼會降得那麼便宜 是因為 呃 我們現在手機要更新了 3G已經開始不要 呃 就是 欸 不支援了 就是我們 台灣可能全面改版 就是3G都沒有了 那接下來就是4G 呃 4G是最低的階段 那 呃 我們今年可能會升級為5G 那 這支 四千六的 D10的這個手機呢 它 呃 有可能就是 呃 不是有可能 是 就是說 它已經 它只支援3G跟4G的 那所以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開始 升級為5G 5G了 那 呃 最低就是4G 然後因為這樣子它可能會覺得 網路太慢 然後就會想要 呃 趕快出清 那 可是呢 其實你用WiFi都沒有差 那所以如果你是需要WiFi機 或是說你還是用4G的人 那你可以用這支D10 還不錯 還不錯 啊那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 呃 我稍微讓你們再看一下那個D1 Plus之類的 好那 它 它畫面大概是這樣 然後跟D1代呢 有一點點差別 然後而且功能多很多 那D1代的時候 好像是快10年前吧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從蝦皮上面啊 買了一個 D10 的 那個 手機 那我要開箱啦 那我要開箱啦 喔這是手機殼 欸我不是叫它用金色的嗎 怎麼給我粉紅色的啊 啊 很窘欸 結果我要拿粉紅色是不是 好我們看一下 D10 美迪歐 D10 然後我們把手機拿起來 靠它真的是粉紅色的 天啊 啊 然後它 它還是附了一個殼 殼子 那 這個殼子 可以跟這個殼子替換 然後以後 呃 這個是 欸不是替換 它現在是 保護套 是可以卡上去的 這樣卡上去的 這樣卡上去的 喔天啊 怎麼是粉紅色的 唉 唉 好 我會很懶得跟它換 可是這樣拿粉紅色出去 是不是很怪 我等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跟我媽 那一支換一下 那個顏色 真是的 我們看一下 嗯 這是它的耳機 還蠻炫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晶晶的這樣 就還蠻炫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吹冷氣 所以我開始流汗了 我要趕快介紹完 好我們繼續開箱 這是它的充電器 鋁沖 然後我們把剛才那樣拿起來之後 我們再 最後把這裡拿起來 看看它還有什麼配件 這是最後一個配件 這是一些那個 保護貼 然後還有一個 單獨的殼子 這軟的耶 這軟的不錯 這軟的不錯 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這個小小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喔 它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小針 然後它是要 塗的東西 然後還有 接下來是說明書 和 和這個是什麼 喔 保固 嗯 大概配件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 我要把它打開 然後它現在 它的電源都在側面 然後它現在 它的電源都在側面 然後它現在它的電源都在側面 就是 感覺 感覺畫面 圖案 圖案比較清晰的感覺 然後它能 看到這個反光啊 是 我的那個 攝影機的那個反光 怎麼那麼亮 不要看你 看它 好 有了有了 好 然後 接下來 還要插 信 信卡 略過 好 我輸入一下密碼 好 我輸入一下密碼 先更新 然後 Google 帳戶 好 我先略過一下好了 算了算了 先輸入好了 嗯 嗯 它 我覺得 這個殼子啊 它給我的是金色的沒錯啦 可是呢 它那個外殼就變粉紅色了 好 好 是金色的啦 這隻手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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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 那個指紋辨識 還不錯 然後 它的 它的指紋辨識 辨識系統啊 在這邊 這是指紋辨識系統 那 我個人是不太愛設 它的出音孔啊 在下面 然後 一些線的孔啊 都在下面 然後 它旁邊 這是電源 然後 這是 音控 然後你看 後面它還有很貼心的 用一個貼紙 跟你講 在哪邊 然後 再看一下 哦 我知道它為什麼要附這個 這個 這個的 我們把它拿出來一下 等我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小孔 然後這裡應該是 插SIM卡 我猜 哦 哦 沒錯沒錯 這樣子就可以 把這個拿出來 插SIM卡 然後 可以插 插兩個的樣子 我看一下喔 對它可以插兩個 因為它 上面規格 它就有說它是可以插兩個的 然後 一大一小 哦 哦 所以它是 這個機子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 照相聲跟閃光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唉唷還不錯 大概這麼大 然後 我們看一下 大方大 把它放到極致 畫質 畫質是還可以 對我來說是還可以 因為 我 普通的時候都用相機拍 相機的話 還是比較好 然後 閃光咧 還不錯 我試一下 還不錯 還滿亮的 還滿亮的 好啦 我設定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畫面 它還 它還蠻不錯的 對了,我要講一下 如果你們要買D1 Plus Pros還Plus之類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響聲蠻大的 就是說 它有一個通知 通知那邊啊 它有可能會 響很大聲,然後沒有辦法調 所以你可能要把每一個通知全部都關掉 然後才不會那麼大聲 那就是程式的通知,APP的通知 好啦,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它的設定 看一下 關於手機 然後它的 上一頁啊,是要這樣拉出來的 或是這樣隱藏 我再拉一下 它要這樣拉出來 然後,或是 隱藏下去 拉出來 隱藏下去 這是桌面吧 這是什麼 哦,這是那個 那個程式的那個一個一個的 上一頁 上一頁 然後,我們看一下 它的規格 稍微拉遠一點點 它的記憶體 大概為 哦,大概為3.8GB 還不錯 還不錯 儲存空間 64GB 嗯 規格 真的還不錯 然後 一開始的 內建應用程式 還蠻多的 內建就吃掉蠻多的 看一下 它已經使用掉 4.5 差不多4.5 一開始就吃掉4.5了 然後 嗯 它這樣子 嗯 這樣子還蠻好操作 這樣 清楚明瞭 嗯 還有建議 哦,這建議就是這個 好 哦 因為我原本是 用華碩手機 然後那一支已經快被我摔壞了 傷痕雷雷 所以呢 我就換了一支新手機 哦,還有這個緊急警報 好 設定 試一下 哦,還要訊息測試不要 很吵 啊,只有一頁 好吧 那待會我多加一些APP 那這樣子就可以 多幾頁 好 那 這樣就到這邊 好 感謝大家的 觀賞 好 謝謝大家